此刻內心真的很沉重 我也知道 個人主義強的男生 是聽不清別人意見的 但我還是想說 因為我是善意的 我想問女生幾個問題 男生在爆發的時候 除了去傷害這一些物品以外 他會自殘嗎 他會傷到你嗎 不會 那還幸好 男生的問題其實很大 比如說 他一年半沒有告訴自己的母親 是因為有特殊原因 他母親因為曾經被傷過 他不相信愛情不相信婚姻 甚至認為女兒以後可以不婚 在這樣的當口你不但不理解 而且以這樣霸道的極端的方式 給她的母親造成了傷害 這樣的行為難道是你說的氣話 就可以解釋的嗎 她的閨蜜 給她找到了工作 工作好不好 我們都應該感謝別人 你敢過去 擠兑人家 我請問你有什麼資格 包括給她母親發照片 你有什麼資格 任何事情都是我想我想我想 我想 你始終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想自己所想 你考慮過別人的感受沒有 沒有 對 今天從你斷斷說出沒有 我為你梳大拇指 一個人如果不認識到自己的錯 永遠不會改錯 只有認為我錯了 他才會努力的去改錯 我們說我們每個人 在未成年時 無法選擇自己的成長環境 成年以後 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成長道路 他選擇了自己的成長道路 只要是正當的正向的 你就應該支持 也應該包容 也包括你自己 嗯